三大种族这个系列呢已经拍了9个月了 声音OK吗 大家早上好 你就做自我介绍 然后 早上很可爱 思考跟沉淀了非常久 我也清楚知道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一部影片 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呢 想要跟大家宣布 我们边走边说好不好 因为我现在要去机场了 你看我 Uber OK 你好你好 桃圆机场第一行下 第一行下 近期真的是非常多人出国游玩 车下面有很多人就跟大家讲讲一下好了 好 好大家 三大种族 我有查过了 从9月到现在呢 我总共拍了50部多的三大种族视频的影片 你们知道吗 当我决定要做这个系列的时候呢 其实我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因为这是一个三大种族系列的影片 但是它的主角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 还有甚至原住民 拍这个三大种族Token系列的时候呢 很显然的会失去了 这个CCY的这个本质 那我有一次也看到网友的留言的鼓励 我也是蛮感动的 其实它说的东西我都懂 我真的是花了一些时间放下了我的执着 我原本对于我自己频道的影片呢 就是很坚持每一部影片都要自己剪自己剪 但是当我决定要做这个系列的时候呢 它不可以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东西 它必须是个团队完成的东西 所以自然的我也慢慢的放手去培养性的剪辑师 去让他们去剪我的影片这样子 那我也真的是很 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们去愿意跟我一起去奋斗 哇好怀念哦 你看我已经非常久没有像这个金口面前 讲关于自己的心理话了 这个其实讲自己心理话这件事情 是我这个频道的初衷想要做的东西 初衷?Oh my god 难道我失去初衷了吗 但是三大种族这个东西也是我有兴趣的东西啊 但是它并不完全全是我自己 一个人息息外的这个东西了 我很怀念这个过程 我很怀念这样的对话 不晓得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去看我的影片的 在底下留言 毕竟今年是我第11年做YouTube了 Oh my god 我看到了马来西亚Align 那我想跟大家说 这个系列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三大种族系列呢 是必须在马来西亚拍摄 而现在的我还有很多时间都会在台湾 毕竟我还有很多工作跟project 都还是要在台湾完成的 我曾经呢就是真的在两南的这个地方 我到底要放弃三大种族留在台湾 还是放弃留在台湾 回去马来西亚拍三大种族呢 所以其实我现在是要从台湾飞回去马来西亚 但是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很遗憾的说 三大种族系列呢是时候说个goodbye了 这不是一个坏事 这反正是一个好事哦 更多详细的东西呢 我会飞回去马来西亚 比较好解释 好像要快飞了 OK好 要飞去马来西亚之前呢 我想要先感谢今天的干爹 Surfshark VPN 其实当我知道Surfshark VPN要赞助我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非常的兴奋的 因为我本身已经用了Surfshark VPN 用了非常久 Surfshark 简单来说呢 VPN这个功能就是更改你的IP账号 这其实对一直会出国的我来讲呢 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很常会用当地的WiFi 因为我还没有网络卡 然后如果我连WiFi我没有用VPN的话呢 我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甚至有很多社群账号Facebook IG YouTube Line WhatsApp 或者是Bank account被hack 很大可能是因为你连了公共的WiFi 因为公共的WiFi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连的 所以You never know 这里 而且你知道吗 我已经习惯住台湾了 每次当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有一些网站就是没办法看 那市面上有那么多VPN 为什么我会建议你们用Surfshark VPN呢 因为一个账号订阅Surfshark VPN呢 你就可以用在无线的装置 意思是说我的手机 电脑 我的平板 加上我爸妈都可以连我的账号使用Surfshark VPN 毕竟我很常在台湾上节目的时候呢 台湾的电子台呢都会放在他们的YouTube频道 但是马来西亚其实是没办法看的 所以我妈在马来西亚人都会用VPN 跳过来台湾就可以看我在台湾上的节目 对啊 大家 连我爸妈都在用了 你们还不赶快用 你们可以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Promo Code 输入 CCY 订阅两年的方案 再送你免费三个月 所以有CC的话呢可以推荐给你们 我要准备登机了 回马来西亚再聊 OK 回到来马来西亚啦 熟悉的场景 我觉得今天呢会做出这个宣布的最大原因呢 是因为酸民在我过去的各种三大种族影片里面呢 都留了非常多我觉得看了会非常的不开心的留言 是他们会霸凌来宾 我觉得讲我头发乱啊 讲我主持很烂就算了 你们为什么要霸凌来宾 这个东西我看了会觉得很难过 对 我们会听到很多比较 特别的故事 就像一夫多妻之类的 那想请问一下大家如果不停的在霸凌我的来宾的话 那请问未来我要怎么找更多不一样的来宾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呢 来宾分享的故事是我们一般很少去接触很少去听到的故事 那我们不是要更珍惜吗 虽然他们讲的东西我们可能会不理解 因为这不是我们所接触的文化之类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给予暴容 就是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好那你保持着你的文化 我会继续跟着我的文化走 那我们彼此给予尊重 给来宾尊重 那我未来才可以有可能 找更多不同的来宾上来我的节目分享故事啊 因为我的前一个来宾 华裔穆斯林Irish呢 他是被霸凌的最严重的 那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找一些有一夫多妻的 华人来宾上来节目这样子 他说不要不要不要 他的朋友可能会承受不住这些言论被霸凌 我觉得太可惜了 竟然没办法找到更多不同故事的人上来 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 上来分享真的需要勇气啦 因为他们毕竟真的是素人而已 这不是他们的早饭吃的一个工军 然后很多算民就说 网络就是这样子啊 你敢来上节目你就是要承受这些压力 没有人有这个义务要承受这些压力 他只是上来跟我们分享故事 他没有办法 经过了这几个月 拍了那么多的三大种族系列 而今天我想跟大家正式宣布三大种族 这个系列呢要 瘦掉了 但就是想跟大家说的 其实瘦掉并不是坏事 那为什么我要瘦掉呢 是因为我觉得三大种族的这个系列 当时我在做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草率 我当时一次拍这个系列的时候 是在台湾 那时候呢 我找Adiba Andan 在台湾的印度人跟马来人一起来分享 这是我开始做三大种族系列的第一波 这样子 那之后呢 我回来马来西亚 那我还有拍很多 就是有卡卡、迪文、Kosh、Adam、Faiz、Vishnu 就有拍了他们这一系列 那时候呢 就是我有什么问题我就问 我还没有想清楚 要有什么主题啊什么之类 我都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三大种族这个系列 真的要瘦掉了 但是这个并不是坏事 因为我想要做一个全新系列 叫做 种族歧视 耶 终于要跟大家宣布这件事情了 耶 我还给我忍了非常久 为什么我会把三大种族瘦掉呢 首先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一起分享觉得很酷 但是 做了越久 发现到马来西亚真的是没办法用 三个种族来分区分 虽然我们是三大 确实也没错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 但是 再做了那么多部影片 跟那么多来宾聊了很多故事之后呢 我发现到 其实 马来西亚真的太多元了 而这个多元族主呢 不只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原住民 No 他有很多不同的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呢 都会产生出一个新的文化出来 像马来人、华人的搭配 印度人跟华人清淀这个搭配 跟马来人、印度人、麻麻的这个搭配 像历史上 两者 也是不同的文化 也真的是太多元的 所以才有这个种族歧视 这个名字 当然这个歧视呢 不是RESIST 那个歧视 这个歧视是 奇怪的事情的事 这个系列呢 就会分享 所有种族的奇特的事情 分享给大家 而我相信 只要我们大家 更理解 各个种族的歧视 我们就可以摆脱 我们种族之间的歧视 其实我一开始又想啦 种族歧视也可以是 这个歧视 就好像我是坐在那个歧视 去带领大家去认识这个种族的故事 你们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之后 我这个频道呢 会每个礼拜 以7点晚上 都会播一集 新的种族歧视系列影片 所以大家真的要去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我的频道呢 有75%的观众 都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所以可能你很常看我的影片呢 只是你根本没有去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没有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呢 我的芯片你可能会错过 那在2023今年呢 我也会坚守着台湾跟马来西亚的发展 我会在台湾继续的发展我的事业的同时呢 也不会忘记回到马来西亚去发展这里的事业 然而需要长期经营这个系列呢 其实需要蛮庞大的资金的 因为需要养个团队 来让这个系列可以不停的不停的运作 很感谢这个系列有越来越多的业配 真的是多亏由你们的存在 这个系列才能继续的不停的运作下去 那如果你们也有兴趣去制度这个系列的话呢 可以去咨询这一个email 之后会每个礼拜都固定的去上这个系列 那就像今天这部影片 我也非常感谢ShopShark VPN 可以让整个系列拍摄的更顺利 之后我也会把在FB YouTube 抖力给种族歧视的大家的截图 放在下一部影片以表示感谢 种族歧视这个系列正式启动啦 那代表这个系列规模的团队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你对于创作影片 不管是制作人还是剪辑或者是业务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联系我 我们需要你加入团队 来让这个系列变得越来越大 那这一次回来呢 我也是拍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故事 好影片的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一咪咪 对于同婚的这个议题呢 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想法 今天现场请来了马来驱魔师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所以今天呢就请来了 老师 我第一次知道我是Test 2 Baby 的时候啦 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你如果进入伊斯兰 你如果真的有学到 你一定会比之前更孝顺父母 买来的第一名 Yeah but really hello to you Panicia Bo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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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icia Boley